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IC大叔 這一間小小的攤子 上面寫臭豆腐跟料豐麵線 它是位在永和區四號公園附近 對面這邊一個菜市場口的臭豆腐老攤 聽說他們的臭豆腐很好吃,網友很推薦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看起來攤子舊舊的 那應該是有很久的歷史了 老闆,那我要一份臭豆腐跟蘿蔔糕 這邊用 謝謝 好,那阿伯看起來年紀很大了喔 這一攤的歷史應該很久了喔 那營業時間可以問一下嗎 晚上7點到11點 到11點,每一天都有嗎 禮拜一休休休 禮拜一休,謝謝 那阿伯你們已經賣很久很久了齁 20幾年了 喔,這樣 好,那現在在這邊就可以聞到這個 臭豆腐很香的味道喔 那同時他們沒有賣麵線喔 但是因為 這樣吃太豐富了齁 所以我就點少一點 他們也是有賣麵線的齁 所以就是三樣商品齁 臭豆腐麵線跟蘿蔔糕 老闆,這邊用的嗎 這邊用 這邊用 先附嗎齁 嗯 嗯哼 那感覺上就是歷史很用久的老攤齁 這樣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然後用餐區就是在這個攤位的旁邊齁 大概五六桌吧 大概可以做個20個人左右 好,那這樣就送來囉 好,謝謝 謝謝 好,換了個位置喔 因為剛剛這個燈光太暗了 看起來很大盤齁 那可惜它這個盤子好像是那種 這個叫什麼 啊,免洗餐具齁 那現在就吃吃看齁 那看起來是很大份啦 那泡菜很多 把臭豆腐幾乎都蓋住了 然後它臭豆腐就長這樣齁 呃,現在 是覺得它沒有什麼味道啦齁 那就吃吃看 看起來好像還蠻軟 嗯 口味還不錯齁 呃,但是它這個臭豆腐老實說 如果以10分來講 百分比的話齁 大概只有一兩分臭而已 一點點而已齁 呃,個人是比較喜歡臭一點齁 這樣,味道太輕了 實在是不夠臭 但是,炸的是還蠻香酥的齁 它份量也還蠻夠的齁 嗯... 那這攤歷史很悠久了齁 下面也是醬油膏啦 老實說 比較適合 喜歡吃臭豆腐 比較不臭的人齁 這個這個很淡很淡 然後 然後 就還可以 好,這樣應該可以很清楚看得到這個臭豆腐裡面齁 呃,好 老實說,個人就直說好了 覺得這個臭豆腐的味道太淡了齁 要是再臭一點會更好 就是 味道太淡了 如果再兩三分的話 味道稍微好一點 其實我喜歡那個味道 臭到五六分的齁 那我會蠻喜歡的 那這個就是有著一點點臭豆腐味道臭豆腐 然後 我覺得它分數是70分齁 個人覺得啦 但是它這個 分量是非常的多了齁 好,那泡菜再吃吃看齁 嗯嗯 泡菜就酸酸甜甜的 還可以 嗯 嗯 應該聽得懂我的意思啦齁 這個 臭豆腐就很淡很淡的味道而已 但是如果說你 像大叔我一樣很愛吃臭豆腐的話 就會覺得這個 這味道實在是太輕了齁 那這個是臭豆腐的部分 好,再來這個是蘿蔔糕啦 汪友也很推薦 現在這個看起來外表是還蠻酥脆的齁 好,一樣是醬油膏 蒜蓉吧 它應該是炸過齁 外表蠻酥脆的 然後裡面蠻軟嫩的齁 加上醬油膏,蠻好吃的 或是一層醬脆脆的皮齁 額 個人覺得這個比較好吃齁 那這個的分數我給80分 就是自然那種貴的甜味齁 欸更正 應該是蘿蔔糕的甜味 可能看不到齁 它稍微有一點沒切斷齁 找個有切斷吧 它有點滑滑的齁 這個應該就看得比較清楚了齁 這個剛好表面就是有一層的 有一層皮這樣 那中間蠻滑嫩的 這個我蠻推的齁 這個就蠻有特色的 這個分數我給85分 蠻好吃的 因為最後這一攤它是沒有名片的齁 就認明這個舊舊的標誌齁 在這個4號公園的對面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齁 原則上它還是蠻 CP值蠻高的 應該算是宵夜的攤位啦 臭豆腐跟蘿蔔糕都還可以啦 好,掰掰